5日杜鞭姊妹帶著自己的品牌來台北跟大家見面啦 看看身上那件充滿小籠包的衣服 只想問問姊妹的最愛滷肉飯去哪了 滷肉飯的那個… 果然還是可愛要緊 最愛就先放一遍 不過身為打尺碼品牌的主力人 應該有遇到一些困難吧 原來是FUNYOUZ的一組合作的團隊全都很大 太太人的感覺 每次都說這很難聽 但都不太難聽 棉花糖女孩的主宿是你呀 不過大家會這麼愛她當然也是因為她的表演囉 完美複製 比揚絲 連本尊都大讚 那些人已經知道你自己的事了 我先幫你哭哭啦 皮凡娛樂台灣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